大盘午后跳水 哎 临近一点半之后 看到没 出现不一样的震荡 在两点之后呢 大盘还出现了一波上涨 那问题来了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全天成交量 缩了虽然说有两千个亿 但是仍然在一万九千亿上方 尤其是上午的时候 量出来的也非常大 光一个上午就干了一万二千亿 那么总得有人在买呀 我们A股互生两市是什么 是撮合交易 就是有人卖 有人买 这样才能成交 那么光有人卖没人买 那怎么回事 这里面很显然是有人在卖 那么有人卖把它砸出个坑来 到底谁在买呢 这是第一个 就是谁在买 我们记住它 第二个 在两点钟之后出现了震荡上扬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咱们找到了 就是复射A50 大家瞧 这不是复射A50突然间跳水 然后开始咱们的一点钟之后 它们那儿呢也是差不多少 然后呢开始逐渐震荡上扬 包括两点钟之后 这位置出现上涨 那么由于人家复射A50 是超跌出现了一波反弹 我们大盘在这个位置 这不也出现了就这样的走法吗 那么如果之后 假如后盘盘后啊 盘后要是A50下跌怎么办 万一A50下跌 那明天大盘不就是低开了吗 因为这一波上涨 这不是明显是A50带动的吗 所以说 大盘在这个位置 在冲到了均价线附近 没过 我们在这个位置又减仓了5% 今天全天 现在我们就剩下10%的仓位了 那位说帮主啊 你这跑的也真够快的了 你看 早晨的时候 给这个位置跑了10%的仓位 下午在这冲高 接近零轴 又接近这个均价线 又跑了5% 现在我们就剩下10%的仓位了 什么原因 大家能看得到啊 古帮跑得比兔子快 因为要跑就趁早 你看大盘现在是什么样 今天看着貌似被20线支撑 这个叫大姑娘上轿同一回 什么叫同一回呀 人家大姑娘啊 刚被取回门子 结果上轿同一回 如果这个花轿接回去 结婚当天 如果就挨打 肯定是不那回事 对不对 那么就看今天被接回去 这个大姑娘 会不会被这个老控打了 那么如果一旦是被打 那以后呢都是个问题 所以大盘在这也是 自从本轮涨了将近1000个点 回落以来 这是第一次回到20日均价线 这不就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 如果这个均价线 暂止20线要是支不住的话 那它直接就踹下去了 在我们看起来 每次大盘在回落当中出现上涨 那都是一个不错的下车点 我们通过60分钟线仔细看 看60分钟线 这是第一次出现红脚线 这是第二次出现红脚线 那么又一次出现红脚线 在这个位置我们跑没毛病吧 按照这种下跌趋势看 是没毛病 但是这个位置呢 还有点不太一样 你看以30分钟上证指数级别来瞧 30分钟 这可是一个序列低久啊 序列低久那位说又咋的了 你瞧啊 上次序列低久出现了上涨 那这次序列低久能不能出现上涨啊 因为这个序列高久可都下跌了 就包括这一次序列高久下跌了 这不就是高久下跌 低久上涨吗 那么到了低久 现在走出一根 就是30分钟线的三连羊 但是这种东西 现在看起来呢 我们都有水中什么水中物月中花 是不是啊 叫水中月物中花 但不管怎么说 这有点太牵强 所以呢 我们莫不如呢 还是看一看这个东西比较靠谱 这个是啥呀 这不就是富士A50吗 富士A50 如果要尾盘接着下跌的话 那明天就很糟糕 也就是大盘今天别看 出现了这样的上涨 就是尾盘还拉升了 那明天大概率还要回去 因为他现在呢 已经走完了A浪的下跌之后 B浪上涨走完了 为什么说走完了 因为跌破了五日线嘛 五日线被称之为短期趋势线 短期趋势跌破 那么按照30分钟级别 这不是一个下跌趋势形成吗 下跌趋势形成 刚刚回到下跌趋势的五日上方 这很显然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总结一下 大盘现在由于下午这个震荡 就是这一波小上涨 把很多人的心思又给抖了活了 那么有一些人甚至尾盘在追涨 能不能这个位置又是一个又多 就像这个位置的昨天 你看 昨天的时候不就是单边下挫 到尾盘两点钟之后 还出现一波上涨吗 由于这一波的上涨 有很多人追进去了 今天又扣下来了 那么就是证明 大盘在下跌趋势当中的时候 我们心思不要太活跃 因为这个位置说距离 真正的再次上涨 那还有点远呢 所以在这大盘在五日线下方 我们仍然看这个位置要走C了 因为今天有20线的支撑 也是大姑娘上校头一回 那么这个20线能不能撑得住 就看明天 众所周知 明天呢又到了星期四 传统的黑洲四魔咒 要是出现的话 那明天很糟糕 如果伴随着隔夜的外盘 要是中概股 要是不太好 然后叠加到这个东西 这不就是 这个富士A50吗 如果富士A50尾盘要去继续杀跌 明天早盘如果惯性下挫的话 那大盘搞不好 明天又是一个低开 是这个样子吧 如果伴随着黑洲素魔咒 再杀出一根 那不直接把20线就击破了吗 所以在这呢 我们是防御的心理还是多的 因此我们才做出了一个减仓的处理 那么大盘总结了半天 我们实际就是一句话 现在我们的仓位呢 有10% 就是这个位置 不看好 不看好 我们等着它回落 回落到哪呢 就是往这靠 靠近这个空间 这不有一个3152到3087 就这个65个点的跳空缺口 我们看这一波 这就叫塞浪下跌 能不能回补这个跳空缺口了 如果能回补跳空缺口 证明我们这个10%仓位 现在呢 剩的是靠谱 如果这个位置明天 就是惯性的下跌 那就没毛病 如果明天要是什么什么都变了呢 假如黑周四也不黑了 走出了一个快速上涨 红周四 能不能呢 所以我们就在等着了 等着黑周四魔咒 能不能出现 因为明天是大盘的月线收官 你看这个月线啊 很不礼貌 走出了一个这样的格局 瞧瞧 大涨之后 这不是九月大涨吗 然后突然间是掌停榜开盘 然后出现了单边下坐 明天咱们10月搜官线 很显然看起来 如果明天不大涨的话 甚至于不涨到这个位置 就是3330多点上方 这不这儿吗 3335点上方 那大盘都不能收红 如果不能收红 这个位置该怎么办 所以这儿呢 面对着黑周四的时候 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动作 就是清仓操作 如果大盘 咱们要说日线 要说返回到五日线上方的时候 我们再次观望 除非能够再创新高 你看 昨天那个新高 不就是3340点吗 那么再没回到五日线上方 没创出新高之前 我们仍然看C浪在下跌 因为A浪下跌 下跌了八天 B浪反弹 也反弹了八天 现在走C浪 起码这个位置 要走个五六天以上吧 因此 现在才进行了第一天 接下来的走势很关键 喜欢股邦的点赞加关注 这个位置 大盘进入到一个 争夺20线的多空分水岭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能不能守住这个多空分界岭 就在明天就能看出来 因为富士A50呢 出现了就这种快速上涨 大盘也跟他挑起来了 但如果接下来富士A50 要是再往下一打 那可就糟糕了 所以喜欢股邦的 得点赞加关注了 明天早间 我会把包括富士A50 在内的一些指数 都跟大家来说 因为这些东西 会直接影响明天大盘的开盘 另外呢 我还会把接下来发生的消息 也来说一说 因为大盘今天 必定是这个位置跳水了 为了什么呢 消息总得给咱们说点啥吧 所以我会把今天三点半以后 到明天早上六点半之前的消息 用早报报梳理好分享给大家 点上我的关注 我发早报报 你能看到能省上四五个小时复盘的时间 另外我还会把隔夜外盘的走势 尤其是欧美股市啊 我们中概股的表现会跟大家来讲 昨天晚间中概股不就是跌了超百分之一 大盘不也跟得溜达溜达吗 那么这个位置明天中概股如果再跌的话 就不好办了 所以我们明天早报报 要把这些东西都分享给大家 好 明天早报报 见